好 带完川来看吃 后天是联合国的世界粮食日 根据统计 每年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是被浪费掉的 其中大部分都还可以吃 伦敦有一个避险基金的经理人 他听听看着英国人乱丢食物 决定用传统手法扭转浪费 雇请了弱势的妈妈 把市场不要的水果做成果酱 结果在高档百货大受欢迎 一口气同时解决了食物浪费 跟妇女就业双重问题 卖相不好丢掉 规格不合丢掉 原本可以上餐桌的食材 就这样直接进了垃圾桶 民众因为买衣送衣冲动购买 超市碍于保鲜期限提前处置 其中占最大宗的就是蔬果 据欧洲最大超市连锁统计 卖场的苹果有四成最后都被丢弃 香蕉也有两成 烘焙类最高将近一半 难道除了进垃圾桶 没有别的方法吗 我的名字是Jenny Dawson 我的想法是保护食物 道森原本是伦敦的避险基金经理人 在一次走访附近果菜批发市场时 他眼睁睁看着一箱箱 来自世界各地的水果蔬菜 被弃制成一座小山 在英国中 我们每年都浪费16亿斤的食物 浪费的还不只是金钱 精打细传的经理人掐指 从蔬菜的生产 处理 包装 运输到行销 耗费的自然资源等于通通百搭 还制造出一堆碳足迹 28%of the world's agricultural land grows crops that are wasted that equals the total land area of China Mongolia and Kazakhstan 看着一堆连包装都没拆封的水果 道声想起小时候 阿嬷经常将当季盛产的水果做成果酱 于是他辞掉优渥的经理人工作 开始他废墟上的创业梦 收集市场被打掉或卖胜的蔬果 制成有妈妈味道的甜辣酱和各式果酱 2010年耶丹节前限量推出 本来还怕大家对这些NG食品进而远之 想不到500瓶全部卖光 废墟上的宝石打响名号 道声也没忘记身为社会企业的责任 他雇佣更多弱势妇女 现在他们每周可以卖掉1000瓶果酱 从他们手中抢救下的蔬果 每星期多达三公顿 将社会企业变成流行趋势 现在有越来越多像道森这样的人 将原本要废弃的食物重新利用 说要解决粮食危机或许太沉重 至少减少食物浪费也是功德一件 丹麦现在就有餐厅 专门将超市丢弃的食材做成料理 纽约这家餐厅甚至将果皮厨鱼 结合隔壁日本寿司店不要的鱼皮 创造出高级法式料理 而另一群厨师野心更大 曾经多次来台的意大利米其林 三星名厨Bottura 计划在明年米兰世博期间 收集各国展馆的剩菜做成美食 供应米兰低收入户学生免费享用 每年1亿300亿亿的食物 呼应米兰世博滋养地球的主题 这个晚餐食堂计划 已经获得教宗本人和意大利政府背书 包括西班牙国宝主厨亚德利亚 美国的大卫章 和全球最佳餐厅NOMA的主厨 也同意两类插刀贡献厨艺 大厨还当场示范一道甜点 完全看不出是剩菜做成 其实当前全球的粮食危机 已经不是生产不足 而是补均的问题 饥荒国家每10秒有一个小孩饿死 富裕国民每年却浪费掉 50公斤的粮食 欧姆上个月才针对咖啡 稻米 意大利面和腌子类食物 取消强迫标示最佳赏味期的规定 就是希望减少食物浪费 有消费者自己从感官判定 产品是否适合食用 重新回归最基本的 人与食物的关系 TBS新闻综合报道